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進水壓力的大小跟方向 這也是一個重點 在液體內部的壓力是四面八方無特定方向 在氣壁處會垂直氣壁 在中間的一個點是來自四面八方 氣壁的地方是垂直氣壁 前面交P的F除以A的時候有講過 F叫做正向力 正向力是要跟接觸面互相垂直 所以要垂直氣壁方向 這裡就做了一個實驗 證明它有向上壓力 我們平常會簡稱所謂的上壓力 就是拿一個管子底下墊一個塑膠片 然後把它往下壓 壓下去之後塑膠片不會掉下來 所以表示東西往上頂 所以有一個上壓力 然後我往裡面倒液體像這樣 倒液體倒到一個程度它就會掉下來 掉到什麼程度掉下來 我們這裡的考試題目幾乎都是這樣做 就是所謂的上壓力等於下壓力 所以你在這裡如果末路5公分 如果同樣的液體就是裡面也倒多少 也倒5公分 內外壓力它就會掉下來 可是我可以倒不同議題啊 可是我可以倒不同議題啊 外面命度是1我倒個0.8的 那你要倒多深啊 我就問你啊 或者有人不到議題啊 我改放砝碼啊 那你可以放多少砝碼啊 那其實都一樣解決 怎麼解決 上壓力等於下壓力 就恰可掉下來就算嘛 如果是固體就是P等於F除以A 如果是液體就是P等於H除以D 就可以就解決掉了 所以就是用這個實驗來證明它有個向上壓力 所謂的上壓力 然後呢 你可以回家自己做 你們把人家洗衣機的水裝滿 帶那種洗衣服的手套送中的手套 手伸進去 然後往下放進去 你就發現 通通被壓住了 手套會被壓起來 現在你的手掌就表示四面八方 表示壓力來自四面八方 所以內部一點是四面八方 然後氣壁的地方會垂直氣壁 然後呢 把保樂平打洞 看到垂直氣壁噴出去 所以在氣壁的地方垂直氣壁的這樣噴出來 噴出來就是所謂的方向 好 內部一點 四面八方 氣壁處垂直氣壁 還有一個大小的問題 多大多小 當然呢 在一樣生 P-HD 同個液體 如果一樣生 壓力就會怎樣 一樣 等一下會有影片做這個類似的東西 我這邊有一個保特瓶 切開來 上面放一個保鮮膜 然後生下去 保鮮膜凹陷 表示有受到壓力 轉每一個方向都凹陷 表示壓力來自四面八方 然後呢 同樣的深度 凹的程度一樣 表示壓力是一樣大 表示壓力一樣大 所以這樣做完 然後當然不同深度就會有不同的凹陷 這叫做大小 那根據公式P-HD 那同樣液體它的深度越深壓力就會怎樣 越大 所以這個保特瓶開動 底下的噴的比較圓 上面的噴的比較近 因為上面的深度且壓力小 底下的深度深壓力大 所以告訴你壓力會跟深度成正比 越底下的壓力就會越大 這就是告訴你我們的大小跟方向 然後就有一個示範的實驗 就是把剛才講的話演一遍給你看 會凹陷表示有壓力 每個方向都凹陷 每個方向都有凹壓力 四面八方 然後 這要講垂直氣壁 這要講深度越深壓力越大 這個就是要做剛才把剛才跟各位講的話做實驗給你看 第一點 液體壓力在內部液體四面八方無特定方向 在氣壁處是垂直氣壁 第二個PFHD同樣的液體深度越深壓力就會越大 做這個 把那個用實驗做給你看 講這個事情 把這個東西記好就可以了 OK嗎 OK